一阳千玺主演总票房破50亿,登上了热搜,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,被记录的主要作品包括《长津湖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等主演,后续还有主演作品《奇迹期待》上线,作为一个小鲜肉的演员,他年纪轻轻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,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善于选择剧本,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认可了他的演技,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为他的电影买单,事实上,自从开始做演员以来,Jackson Yee在选择剧本时一直都非常谨慎,他对剧本的选择有着特别的眼光,只能说Jackson Yee的人气和演技也让很多电影人愿意选择,他也愿意把好的剧本扔给他,一个剧本准备好之后,其实很多人会更愿意去电影院看, 正是因为Jackson Yee的认真努力,让大家见面和发泄,所以杨千玺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流量,更是一个想要提升演技,演好节目的好演员,所以很多人越来越认可Jackson Yee,更愿意支持Jackson Yee主演的电影, 因为观众其实更愿意花钱,看一个认真的好演员演戏,而不是看一个流量演员,因此,Jackson Yee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,是因为他的努力,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他脚踏实地,这就是他强大的原因,而这也是其他年轻演员应该共同学习和努力的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